他被尊稱為中華致盛萬世絲表 他帶著大同的理想周遊列國顛沛流離 他的一字一句穿越時空化為永恆 小說連播《孔子》由梁斌播講 上次我們講到孔子去見貴康子 兩個人幾乎反了面 孔子回來之後去到書齋 整理他自己的檢冊 書齋裡的檢冊已經脫頭脫骨 熔熔爛爛爛 當時還未有紙張 所以所有檢冊都是用竹木雕刻之後 用線來穿住 一刷一刷地放在樹上 連長日久 穿的繩子有些是斷了 所以孔子很仔細很小心地 將這些檢冊的次序重新整理 被排好 這陣子 孔子正在整理著《詩》這部檢冊 因為這種各地流傳的歌謠 各個國家都黑城竹檢木檢 《詩》這部檢冊都算是內容最豐富的一部 在以前 他就手頭收集到一些黑本隨時零星地 將這些詩歌傳授給他的學生 但是全歸全 從來都沒有很細心很系統地整理過這些教本 現在葉樂歸根回來顧國 生活安定了 他就有條件有時間去整理這些東西 這陣子 他拿起紮竹檢 看了看上邊所黑的東西 《途子夭夭,著著其話》 《知之於歸,而其實家》 看看孔子有些幻覺 什麼幻覺呢? 在他面前出現了一個又圓又大的土 但是按照時間去計算 六月了,那些土早已經收藏了 為什麼無緣無故有個土呢? 孔子就很疑惑 那天他見老哀公 老哀公就請他入宮 孔子就以為老哀公有什麼重要的國事跟他商量 誰知進去 原來老哀公就問孔子起屋的事 老哀公就問孔子 寡人有一座便典 這間便典 是向西頭便的 向西頭便 走得很曬 所以我很想把門口轉向東面 不過有人又說 如果這樣改法 就不是很大吉利事 另外我聽說先生 是博學多色的人 我想問一問你 這些人所說的話 信不信得過呢? 孔子一聽有些撞火 豈有此理 叫我過來問國事 竟然問起房宅來 身為國軍 那便是本末倒置 寫本俗門 想到這裏 孔子便說 神聽說 不吉利的事情 天下有五種 第一種呢 就是損害人家 使得自己得益 這樣對自己是不吉利的 嫌棄老人和小孩 這樣對家庭是不吉利的 不任用言能 反而寵信不肖 這個對國家是不吉利的 老人家不教年輕人 而年輕人不去學習 這樣對習俗是不吉利的 性人隱匿 愚人善權 那天下當然也會不吉利 不吉利的東西有五種 五種不吉利的事 就不包括說 改門口的 孔子這番說話 很有飢奉的意思 連左右那些事人一聽也明白 埃公當然不高興 至於改門口的這件事 就談不下去了 有個適造的近事 就馬上拿了一盆土 然後一盆粟米上來 請盧埃公和孔子吃 盧埃公有話說 這個是今年第一批進貢的先土 先生你試一下 盧埃公覺得這個事從很懂得做 試一下這一盆土 就幫大家都解了位 孔子也覺得這個事從很懂得做 試一下吃的東西 緩和氣氛 最好不過 再講 君有所賜 神喜能不秀 所以面前的一盆粟米 一盆仙土 啊 到底吃些什麼才好呢 孔子想了一下 理所當然是先吃那些粟米 不過又想 為什麼粟米和土 一起上 有沒有其他菜 而且那些粟米 又沒有蒸過山 咬咬咬咬 一粒粒 他周遊列國十幾年幾乎天下都走勻了 從來都沒有試過這種怪異的食法 但是事到如今就不輪到他選 吃就吃 那他們先不先 在裝粟米盆的樹 拿著幾棵生粟米 丟到嘴樹 出來在那裡召 召完之後 哇 不知吞去 多辛苦 旁邊的士隱 看見他這樣的樣子 個個都零轉背 揭揭揭在那裡笑 孔子又不知那些人在笑什麼 他停了手不吃了 盧愛公也收著笑話 這些粟米不是要來吃的 是用來擦那些土上面的毛的 哦 原來是這樣 孔子知道自己失禮了 這種禮以上的失誤 傳出去真是疑笑大方了 不過他靈機一懂 馬上用說話去遮掩了 啊 這個我知道 但是呢 蘇米為吳谷之掌 祭仙祖呢 他是上品 但是上祭台的瓜果是有六種的 土呢 是最下面的一種 也就是最低等的一種 而且祭仙黃仙土還不能夠入宗廟 土呢 只能夠拜祭一般那些神仙的 我聽說 君子以賤洗貴 沒有聽說過以貴洗賤 現在要用五谷之掌來洗瓜果之下 豈不是以上洗下 呃 我認為這個是不合而理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 嘿嘿 孔子說得異政辭嫌 官免堂蒙 老外公和左右的內侍 都聽不出有什麼破綻 就這樣 孔子掩飾了自己失禮的行為 同時又都伸張了異理 真是一舉兩得 講這番說話 孔子選了一隻又紅又大的土 吃起來 但是他呢 就沒有用那些粟米去拆它 大家都知道 那些土呢 表面上有很多毛的 毛神神是刺口的 孔子不斷拆不斷照 而且還裝作若無其事 將土就吃了下土 老外公和左右侍從見孔子堅持 不用那些粟米去拆肚 而且還生吃了幾個粟米 後來還理直氣壯地說了一大番的言論 都可謂難為他了 如果你說按照孔子這樣的說法去做呢 給一個無神神的土給老外公吃 就算老外公當場不會發浪禮 事後殺死都可以了 你說不給免孔子的那番道義慈章呢 堅持用粟米去洗土 再把這個土給老外公吃 又失孔子的面子 事因孔子畢竟都是國軍座上客 因此這時拿土上來的侍衛 就覺得很為難 不過還是老外公醒目 他說 這樣吧 這些土我平時經常吃 先生你就吃了兩個 我就不吃了 你先把這些土切下去 等我和先生談完之後慢慢再吃 自從吃了那些生粟米 和那幾個沒有洗過的帶毛的土之後 孔子知道自己和老外公貴康子的緣份已經盡了 孔子覺得這些人兇無大志正見不一 兇有浩然之名 他沒有實際任用言能之心 正所謂群居忠日是言不及意 算了算了 老外公和貴康子厚禮相迎 自己滿懷希望回到故國 但最終都沒有被人賞識任用 所以孔子的心很悲憤 第二天他出了醒 一個人去到曲浮的郊外的樹散心 就這樣一散 一散就散到太陽下山為止 當他準備回去的時候 突然看到很多人 一路那麼湧 孔子就覺得很奇怪 他截了一個人問 你們這麼急 走那樹幹什麼 那個人就說 你都不知道 左幽明那個盲工 在那時候講故 快點去 聽聽他的講故 好好聽 那個人說完之後 另轉身就飆了去 孔子的心一動 他早就聽說曲浮有個叫左幽明的港古佬 這個港古佬的雙眼是盲的 這個人出身名門 早年是熟讀京史 好謂空中藏書千卷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雙眼就盲了 到後來沒辦法了 只能夠在場館的樹上講故 孔子祖想認識這個人 今天不其而語 真是喜出望外 於是跟著那群人 趁趁趁趁湧著 湧了一條巷的樹 湧了進去 只見一方長遠 好整齊 長遠裡頭邪陽古樓 眾人當中有個盲工 孔子祖想這個盲工 實在是左幽明頂 看上去這個盲工 樣子並不是這麼懵懂 盡管那雙眼盲目 但仍然閃淑虾雅的精鳴 銜路 在這時候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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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通 吹了一轮之后,接着就听到左幽明在说谷,左幽明在说什么谷呢? 他说的是晋公子仲义出谎的故事,左幽明在说谷了。 晋国内乱,公子仲义是出谎,经过惠国的时候遭到惠宁公的冷落,公子仲义就出了惠经朝歌, 经过五六的地方,杀宰饥饿,于是向当地种地的农民恰食, 谁知道那些农民给了泥给他,公子仲义就以为那些农民戏弄他, 向外面要打那个人,仲义的舅舅就立刻拦住他,接着那块泥说,天慈我也, 那一刻,立刻跪在地,对着那块泥一败再败,然后将那块泥放到车上,公子和徐从很不理解。 他的舅舅就解释说,农民送了舅泥给我,是天慈我国土的徐兆,我怎会不高兴啊? 我当然要接受他了,后来就到了齐国,当时天下霸主齐幻公,就看得尽公子仲义,不是等贤之辈,于是将中西的女子姜氏就嫁给他,并且送了马车二十步给他,公子仲义长久奔徒在外,突然间有了这样的安乐窩,就不愿奔走复国了,于是从此呢,就在齐国那处定居了, 这正是齐幻公要达到的目的,使得天下多了一个安乐公子,少了一个和自己争霸的人,随从谋事,看出齐幻公的用心,都反对仲义在齐国那处安居,有一天,几个人静静地在桑树底下密谋,怎样才可以使得公子仲义离开这个使人消磨意志的安乐窩呢? 这时呢,姜氏有一个养残的婢侣,在桑树的树摘着桑树,听到这帮人密谋的事之后,就静静地说回给姜氏听,姜氏就怕这帮谋事的消息被奴婢走漏了,影响仲义反进复国,于是叫人偷偷地将这个侍婢杀了,跟着对公子仲义说, 你有四方知智,那个偷听你们计划的婢侣,我已经将她杀了 公子仲义就说,我没有什么四方知智啊,我就是想在齐国那处安居而已嘛,我很想跟你施首一齐啊 姜氏就说,你快点走啦,贪恋享乐,安于现状,最后只会身败名裂,一事无成而已嘛 但是公子仲义就还不想走,姜氏和那帮谋事就静静地商量,晚头刻,由姜氏就切直劝走,将仲义灌醉,并且将她扶上车,然后就偷偷用车将她运走 等到仲义走醒的时候,发现姜氏不在身边,人也离开了齐国,仲义这时已经知道仲义大为老老,她一手立在车上那支矛,将自己的矛事捅死了 左右明一直说,故事就很长,我在这里就不讲这么多转了 话说公子重要的主要史迹,《路史春秋》里面也有记载 不过内容细节方面就很简单,孔子当时在春秋里也看过 但是这么生动的细节,孔子还是头一次在左幽明的口里听到 啊,真是耳目一身,孔子不觉脱口称赞 说得好,说得好 左幽明的双眼虽然是盲的看不到,但是双眼很靓 他听到这几句赞语,马上停鼓不讲 他看了, señ Presta 闭相瞎眼,接着就说 看来今天书牆有圣言在这里 听鼓的人在四肴望,其中有个畏熟卖熟 好客气地说ик 用符子书先生,你也也在那里听鼓算 孔子点了点头笑了一笑 仲离先生 左右明好警觉地问 谁仲离先生 是不是周游列国 刚刚回来 屠寿三千那个决理恐忧仲离先生 孔子这阵时 微微笑点了点头 他说 没错没错 就是我了 左右明一时间激动到 手足无操 马上在座椅子里坐起来 而自己坐在地上那块枝的树 对着身边的一个同志说 快点请仲离先生过来坐 孔子都没等过同志过来请他 主动走过去 扶回左右明 叫他坐在座椅子里 左右明不知说什么好 中离先生不单止是老国文人 亦都是天下文人 我左右明只不过是一个港股的盲工 实在不敢跟先生坐在一起 九文大名如雷冠乙 想不到会在今天 在这个地方碰到先生来 先生刚才说那几句说话 杀在过瑜 左某杀不敢当 杀不敢当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是过瑜 花言巧语 虚偽恭维 左宫认为可耻的 我孔幽也认为是可耻的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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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主张诱惑直说 如果肚里面有什么说话不说出来的呢 心就很不安乐的 各位 左邑明和孔子真是一见如故 谈得很头契 谈了一阵之后 左邑明就向听鼓的人摆手说 我今天遇到圣人 鼓就不讲住了 大家就回去先 那天我在这处再续前文 各位 左邑明说前文那天再续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那欲知后事如何 就扯定下户如分隔 他被专称为中华智盛万世思表 他带着大同的理想 周游列国顛沛流离 他的一字一句 穿越时空化为永恒 小说年播 孔子 由梁斌播讲 话说孔子和左邑明的一见如故 从此之后 两个人又很多次来往 感情越来越深 孔子现在着手整理春秋这本书 所以第一时间就想起左邑明 在老国史馆的史冠里头记的春秋里面 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已经有了纲要 但是缺少很多的世目 记事不长 如果没有其他记事详细的史书作为补充的话 那千百年之后 那些人只是懂得读春秋 就算你是性人闭目心思 搞十年都搞不清楚他的内容 如果你说派个弟子去 将左右明口头传重的故事历史 用文字记载录来 再将这些故事 编买进去春秋的正史里头 那喜不正好 孔子就越想越对 那派谁去帮左邑明记录 孔子想了想 哦 没错没错 叫纸夏过去是自合适 因为纸夏年纪虽然不算大 但是纸夏这个人就很好学 所以派过去就自对 想好之后 孔子就立刻叫纸夏 去左邑明的书听他讲古 那这些我们就不在话下了 光阴似战日月如梭 这一天的早上早 西边的商房的书 传来了弟弟的哭声 这个弟弟的哭声 就吵醒了孔子 孔子想 确实是他孙在这儿哭了 因此他也睡不着 立刻是把床的树爬起身 走出屋 去到庭院的树 向西商那儿走几步 突然间他又停住了 一大早的媳妇都怕没起身 我这样过去就似乎不是多合适 但是这个弟弟就哭得很凄厉 一定就没有吃饱 肚饿顶 不知为什么 这个弟弟一天第一天大食 食量很厉害的 惨了眼几个月过去 这个弟弟生得又肥又白 因为食量大 几个月未戒奶 所以就算用米汤的添补都还没够吃 他孙的哭声吵得孔子的心都乱了 孔子自从在韦国回到老国 未到一年就已经添酸了 合家欢欣 这一年儿子伯如刚刚五十一岁 都算是晚年得子 晚年得子肯定是高兴 不知是高兴那头 因为服侍他老婆辛苦 劳累过度 身子越整就越虚 整整一下一场大病 病到伯如就死死一下 由朝到晚都起不到身 刚刚办完他孙百日的喜事 跟着要帮他儿子白完就办喪事 有些朋友问 喂 什么这么牙烟的 这样就死了 是死就死了 你以为真是今时今日 唉 陰功 儿子是死先过自己 好为白头人送黑头人 从此之后 孔虎整个院落 只剩下椰酸 媳妇三个人 服侍他们的丫鬟使者 寥寥无几 只剩下几个 孔子想到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 孔伴的延续 看怕都要指望他们两母子 这时候 一个女用人送了早餐过来 一碗米粥 有一碗肉酱 为什么一早就精管肉酱啊 先生 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 所以 我精管肉酱 给你補一補身子 那就是事实真的 这一两年 伤心的事情一件接不见 两个月之前 顏梅就死了 顏梅的死对孔子来说 打击是很沉重的 从卫国回来曲浮 尽管孔子自己坚持 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自己又没有做官 但是很多弟子 都已经出来帮朝廷做事 孔子对自己弟子的所作所为 已经看顺了 也都不会要求他们 好像自己一样 政见不一 就拒绝合作 孔子记得 曾经自己私底下 问过自己的得意门生颜回 你家里这么贫穷 那些屋又这么低矮潮湿 为什么不搬去朝里头做官呢 以顏梅的学识 完完全全可以升任朝廷的官职 担任一官半职 有了固定的俸禄 生活总是会过得好一点 顏梅呢 他是这样回答孔子 我不想做官 为什么呢 市厅的乡下我有五十畝地 如果说将它种了和的 就已经救了一家人 一年到晚吃粥了 另外我还有十畝地 这十畝地全部种了丝麻的 将丝麻继布也够着了 另外弹琴可以自语 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 我很想过那种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想做官 是很惨愧的 孔子记得这些道理 他曾经向自己的弟子翻翻覆覆覆说过很多次 今时今日 终于在顏梅身上才看到具体的行动 那你说孔子是否很安慰呢 一个月之前 顏梅还陪过孔子去过一次泰山 那天天气很好 他们爬到山峰那树极木远望 孔子好兴奋好激动 谁知道回来没多久 顏梅就一病不起 三日之后 顏梅就过了身 顏梅死了 孔子受到的打击更加大 想到这些孔子不禁失声痛哭 天桑鱼 天桑鱼 懂得孔子的人 从来没见过孔子那么伤心 这样哭发的 大家都劝他不要哭了 孔子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的人伤心 还可以为什么人伤心 当孔子要求厚葬顏冤 即是顏梅的时候 孔子就劝了说 不行 应该薄葬 甚至顏梅的父亲顏路 请求用夫子的车 改造一个外国 即是棺材外面 套着棺材的棺角 他用这个棺角 包着棺材 去安葬顏梅 孔子都没有答应 孔子说 我的儿子 白鱼死了 也只有来官 没有外国 尽管自己的儿子 没有颜回那么厉害 但略竟都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死了 我都没有 把一部车砍弄 然后把一部车的木 弄成一个棺角 套着棺材来厚葬 今次顏梅死了 叫我买一个棺角 或者将一部车砍弄 帮他做一个棺角 一来 不合薄葬的鼓励 二来 我是做过大夫的人 行为要合礼意 出门不可以步行 是必须要坐车的 孔子当时是这样想的 话说颜回死了之后 孔子就极少出门 那些女佣人 看见自己主人 一日受过一日 神情一日 一日迟钝 心就急了 所以一日三餐 静静地放些肉食进去 于是就有了 今早早餐的这碗 蒸肉酱 孔子今餐 吃得很开胃 谁知吃了一半的时候 守门口的人 进来品报 指路身边 有个童子 在围国的树 赶过来 他说要见夫子 孔子立即有一种不长的预感 他放下筷子 把那半碗肉酱 倒在竹里头 拥在一边 然后对守门的人 说 叫那个童子进来见我 果然 只见那童子 披麻大后 见到孔子之后 啪的鬼地 哀哀的喊起身 孔子大吓一颈 你不要咸 你不要咸 出了什么事 你慢慢讲给我听 那童子就抹干眼泪 说话 开始的时候 颠三倒四 听了几听之后 孔子终于听到头嘴出来 原来 魏国就出了大事 什么大事呢 就是出途的拐会 和自己的儿子 公子接了 两子爷在这儿争位 大家先前都已经听过了 拐会就出途进国 受到进国的支持 时时刻刻 都想在儿子的树 抢回皇位 抚予为国国内 没有得来的内应 想来想去 终于就认为自己的姐姐孔夫人 从小两姐弟感情都算好 做姐姐这个是很同情的弟弟 父亲为宁公 母亲男子夫人在世的时候 她就碍于父母的情面 就不好意思帮弟弟讲情 现在老爸老母已经死了 作为她 都算是皇族中亲女头的长辈 说话和做事 就没有那么多禁忌了 见到弟弟这样 当然跳出来说话 按照她的说话 主持公道 拐会是怎么想的呢 拐会想自己的外生 现在是为国的上国 掌管一国的大权 就算做宰相也好 老母的说话要听 只要自己的姐姐肯出面 回去服国就起码一半了 于是她就派个心腹潜入惠国 去到孔虎那树 向太夫人黑恋 孔太夫人果然同情的弟弟 立刻就叫个家臣 去进国那树 问候拐会 话说孔太夫人 即是拐会的姐姐 死了老公没多久 就不甘寂寞 有一个家臣 叫做混良夫 这个混良夫 生得很英俊 两个人一拍即合 渐渐就产生私情 混良夫 就心甘情愿 以色相服侍女主人 话说这个混良夫 就逢孔太夫人的命令 去到进国那树 问候拐会 拐会 握住她的手 许下很多诺言 说什么 如果你能够帮助我服国为君 我一定要将你升官 升做就进着 你升了进着之后 就不用再做家臣了 另外 就算你犯三次的死罪 我都可以赦免你 这个混良夫 回到为国之后 首先就说服这个孔太夫人 说什么 为君是拐会的儿子 孔利是你自己的儿子 以母亲的命令 叫宰相迎接舅父回復国 做儿子的就不会说不肯的 只要太夫人作主 所有的事由我去搞定 拐会回来之后 我就是为国的第一功臣了 拐会亲口跟我说我三犯死罪 但与赦免 他不识见 以后我们长期来往 也都有安全感 孔太夫人 终于被这个混良夫说服了 于是以他的名义 叫为良夫 去进国迎接拐会 所以事情安排得很周密 朝廷里头没有人知道 当拐会带着几百武士 进来的时候 孔利这阵时才觉察到 但当他觉察到的时候 已经似了 几百家丁 早就已经被混良夫收买了 拐会身边还带着几百名的进国武士 唉 孔利这阵时已经身不由己 他很后悔 又不应该派子路远死二国 话说拐会带着几百名的进国武士 而混良夫就带着几百名的 孔虎家丁的襲击围攻 公子接一听 哎呀你这次死了 只是带着少数的心腹 收拾了两车财宝 匆匆忙忙地跌出刀城 就老了他 子路就出屎回来 见到周围都纳纳乱 随行人员就劝他 叫他千万不要入朝哥城 私人省里头兵方马乱 怕有危险 子路怎么肯听的 他说 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降完之后 一个人就入了城直奔孔虎 去到门口 子路一边大声叫一边挺劲冲进去 不准劫持孔大夫 子路在此 你们快点将孔大夫放出来 那些兵士就见子路冲进来 一个二个就拿起长矛 照着子路就刺过来 子路就只有短剑 没有事就上百人 一个个都是受到重金收买的亡命之徒 俗话说商权的难敌四手 子路一个人怎么顶得顺 你以为现在看电影吗 一个可以打千多人 而且还好似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子路身上已经多处受伤 血流不止 子路虽然勇猛 毕竟已经连过花甲 气力就占衰 他知道今天已经难免一死 但是他死 他也想着死得壮烈一点 死得堂堂正正一点 武帝被他那些兵士刺断了 头上带的帽已经歪了 差不多跌下来 子路就挥剑大叫 大丈夫死不免冠 容我结应再战 那些兵士就趁着子路绑着帽上帽的时候 一涌而上乱击将他剁成肉掌 听到这里 孔子伤心到哭 他想起 做侍卫的法官的另一名弟子叫高柴 于是就问个童子 那子高他 童子就说 子高先生没有死 蛤 什么 子高他没有死 是呀 子高先生他没有死 不过说出来也很奇怪 救他的那个人竟然是当年被他斩过脚的犯人 那晚潮歌兵乱了 子高先生趁夜走路 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守门的是几年前被他斩过脚的犯人 当时合路相逢 无处可避 守门的人 看着子高先生问他 大人 你还认不认识我 子高先生的心就想 死了 今次 碰到他 我们这次必死无疑了 谁知那个人笑笑口地对子高先生说 城门的锁匙就没有了 如果你想出去 那你就跳墙出去 子高先生当时就说 君子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出去 叫他翻墙出去 我肯定不肯 我宁愿死 接着那个人就说 如果你不肯翻墙出去 你就在这个洞窿出去 子高先生就更加断定那些人在此笑他 于是就对这个人说 君子绝对不会做一些捐窿的事 正在这时候听到脚步声响 子高先生和被子高先生曾经跌过脚的犯人 面色都变了 他想到没想到 将子高先生拥进直卫室 然后反手关门到门 那些追兵来的时候就问个人说 正话有一个专门管育事的人 扔过来的 你有没有看见他 那个人就说 你看看 我脚就是他当年整斑的 他今天如果落在我手 我一定斩断他双脚 好了各位 那接下来又会怎样呢 肉之后事如何 请令下回分解 他被专称为中华智盛万世思表 他带着大同的理想周游列国顛配流离 他的一字一句穿越时空花为永恒 小说联播孔子由梁斌播讲 昨天我们讲到子高敌老 去到城门的时候 被守城的军事拥进直卫室 追着来的那些人就问那个兵士说 正话有没有见到一个管育事的官员经过这些 那个兵士就说了 如果被我看到我一定将他咬死 你们看一下 我这双脚就是他在容刑的时候整残的了 追着来的那些人一看 果然这个人的脚是狂的 信了他的说话 那个管育事的官员大概都没有扔到这里了 如果来了他肯定实死无生了 于是就一起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追了过去 等这帮人走远了之后 这个卫士就叫了子高出来 子高出来之后就问这个卫士 当时我不可以枉法 所以亲自监刑 剁了你的脚 今天是你报仇的好机会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呢 这个卫士说了 我当时被你斩脚是罪有应得的 你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先生在判我刑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慎重 反复地斟着 以法量刑 听我的申诉 我当时心想 你肯定是想免我刑的 但是之后又决定了我刑 在行刑的时候 我看得出先生你很不喜欢 我明白 这个不是先生对我有什么私情 是先生你人人之心 使你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今天救你的原因 孔子听到什么 他很感叹 做官执法 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执法的时候 心里面始终想着人数 这个就是树得 如果皇家严厉暴裂 这个就是树怨 童子品报完之后 就告辞走了 照计孔子 就没吃饱饭 摸了摸了那碗肉酱 那碗肉酱 还热热的 但是孔子 已经不忍心再吃它了 他拿起一碗 整碗蓋在桌上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又到这一年的冬天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 在十月初的时候就下了一场大雪 之后呢 那些北风天天都吹吹吹吹吹 间中还夹杂着一些雨雪 使到这个冬天更加之冷 孔子睡在床的树 他只是觉得骨 又尺又冰 室内烧了一盘木炭 那些火就不是很旺的 每当那些夏忍进来加炭的时候 孔子都说 不用了 那些火还着着 有它啦 试一孔子心想 这个冬天这么冷 自己这副老骨头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兰偉自己还是很小的孙子 他很想留在木炭 让孙子来取暖 睡在床上面的这几个月 孔子想了很多东西 心情当然就不好 不知是年纪大 或是接连的变故 夫人的儿子先后去世 自己的学生颜回又过了身 心恶的弟子指路就写在长矛之中 一连串的打击 使得孔子心力胶水 如果说十几年的顛配流离 周游烈光 到树撞板 他都还没体现过优和老 但是近日 这种感觉 就越来越浓烈 孔子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 在自己的那帮学生里头 做官的的确不少 但是学业未成的也都很多 而这帮学生 全部都回家过年 课当然不用上了 人一旦走下来的时候 就很多事情想很烦 这段时间 孔子整天都发噩梦 总是有一种不祥之笑 但是他又想 如果熬过这个冬天 看怕什么都会好起身 有一天 他躺在床上 突然间就听到 不知道有什么鳥在那里叫 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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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前一亮 立刻在床上的树坐起身 落床之后 动着拐掌开门出去看看 随着拐开门的时候 一阵寒风吹过来 控制堂堂打个冷震 所有的幻象 全部都消失了 望着天依然是灰蒙蒙的 街旁边的那些树 光秃秃 便是春天 孔子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 听人说 人的大限张智 便会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或者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现在自己真是这样 以前总是觉得这个日子很遥远 很遥远 但是现在 现在自己真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不过孔子对于这个日子 他已经有所准备 因此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突压 孔子意态逍遥 扶着一条拐掌在门口的时候 度来度去 突然间 他走出门口 望望远处的泰山 啊 以前站在这里 泰山的影子 自己还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泰山 连影子也看不清楚 是泰山倒下了 因为自己要准备倒下了 想到这些事 他突然间哭起来 我帮弟子呢 我帮弟子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不过来看我 啊 他们死的死 走的走 不过曲浮 都还有几个啊 为什么不过来看我 孔子觉得自己很凄凉 这一日 立刻走上去扶着老夫子 扶着老夫子 老夫子 见到子贡过来 他很感慨 你 你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过来 啊 夫子 不过来 我看不过来 我看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院落里头 丸子的宗殿 放着一幅很大的棺材 我看不过来 我在那里想 我心就想 棺材里头 又躺着哪里 我说 接着 棺材里头 也传出了一个很陰森的声音 我是走人的祖先 当时 当时我也不理得这么多了 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走 谁知走得几步 又看到那里放着一副棺材 那我又想 这个棺材里头 到底躺着的是谁呢 这阵时棺材里头又有一把声 传出来说 我是殷人的祖先 我立刻想 我自己是殷伤的后代 哎呀 祖先有人跟我说话 那是不是叫我去扑回他们呢 当时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那就醒了 子贡听完之后 慢地在这儿劝孔子 叫他不要不担心 没事的 那就经过一番的劝碎 孔子才觉得他的心好过些 子贡就看到他的情绪稳定了些 那才告辞回家 第二天 桂康子知道孔子病了 于是就派人送了些药过来 那送药过来的那个侍者对孔子说 这些药是很珍贵的 差不多跟金的价值一样 孔子听到这样 于是就叫在身边陪他的那个弟子接个药 一再表示感谢 那使者就走了 但是走了之后 孔子怎么都不肯吃药 他说 药虽然是鬼 但是我对这个药的药性 我不是很清楚 不敢吃 又过了两天 奴外公也派朝廷的一个御医 就过来帮孔子看病 那御医就问孔子 先生日常的喜居饮食如何呢 日常的喜居饮食 说完这句说话之后 孔子似乎不记得自己有病 慢这么在说 就说到口水嗲嗲嗲嗲 说什么春秋气候移人 衣着就随便些 而四八这三个月 随便穿什么衣服都可以 说到饮食 还说食不厌精 潰不厌洗 粮食发毛 愚父欲败 这些就千万不能吃 还说到什么 颜色不好 气味不好 这些就不好吃 如果不是出产的季节 最好就不好吃那些什么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说 那些反季节的东西就不好吃 如果烹调不当的食物 亦都不好吃 就算很多肉都好 千万不要只顾着吃肉 就不吃一些主食 就是不要只吃送不吃饭 还有 买回来的酒肉 如果怕不干净的就不好吃 那些蔬菜里头 一定要放些姜 但亦都不顾着放太多 还有 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说话 即是食不言寒不语 睡觉的时候 就没有一条死尸 打按摩就睡在那裡 哇 御语听了之后 吃了怕 是因自己所看过的 在医书里头都未写得这么详细 说完之后 孔子就说 这个就是良药了 这个既然是良药 还要开什么药荒 御语听了之后 我这样的 所以他就不敢立乱开药给孔子吃 说一声告辞了 叫孔子多些休息 他就走了 桂康子叫人送药过来 孔子又不吃 奴哀公叫御医过来帮他看病 一番说话就被孔子打发走了 孔子供和子侯的心 这不是先生不肯吃他们的药 不肯接受他们的治疗 是因为老哀公和桂康子不肯用他 所以先生才不接受他们所送的药 和派过来的御医 哎呀 到了第七日 孔子的气息就更加弱了 纷纷沉沉地翻一张床的树 一下午 孔子突然睁开一张眼 问服侍着他的一个弟子说 你们 有没有看见一只麒麟啊 弟子就说 麒麟? 哪里有麒麟? 咦? 那只受伤的麒麟 原来他没有死啊 说到这些事 孔子出来地吸了一口气 声震震地淫重起身 我 同于世系 其风有 甘非其事 你来何求? 其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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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悠? 其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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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荏? 先生,先生,什么反应都没有,再护下这个头,烘起他的鼻子,孔子这阵时,呼吸已经没了。 先生,先生。 先生,这一日是老哀公十六年,即是公元前四七九年,下历二月十一日,孔虎合虎举哀,弟子哀到行礼庄念,一直忙到深夜。 先生,这阵时,公事就送来了老哀公亲自写的道文,公事就在孔子的灵前宣读了。 皇天不善,竟不肯留下这位老人,始如一人,瓊瓊于位,恶心伤痛,呼呼哀哀哀。 黎父,从此无烦恶,无痛苦,永远解脱,再不受驱学束缚。 公事就一变毒,帮弟子在下面一直在那里哭,过后呢,帮弟子将孔子葬在曲浮城北约一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背购试水,面对珠水,周围都有城墙在树。 那么,很多弟子都在戊上伏丧三年,三年伏满,这样才相别离开。 走的时候,又相对痛一尽哀,有些弟子干脆就搬来坟墓旁边的树,在一间屋里住,前前后后总共有百多户, 后人就将孔子旁边的墓聚居的人家称为孔里。 孔子的弟子大多数都是异国人,当然现在不是我们说的外国,是当时的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人将自己乡下的其异的树种种在孔子的墓旁边。 因此,孔子墓周围有很多很怪异的树。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就有待你亲身去看看。 各位,孔子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播讲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请啊!